大家好,歡迎新日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在本週初一度高壓隻為本項帶來天情、酷熱的天氣 其中在8月10日星期二天文台錄到最高氣溫為33.7度 但除了一度低壓槽在南海北部形成 並且移近保養東沿岸 與低壓槽相關的不穩定天氣 亦為本項帶來雷暴及趙雨 天文台分別在8月11日及8月12日都發出了雷暴警告 其中在11日本港個別地區更加錄到超過50毫米雨量 除了低壓槽減弱而影響中國東南部的高壓值增強 令到天氣再次變回天情酷熱 天文台在12日及13日期間錄到最高氣溫都超過32度 天文台在13日早上發出了酷熱天氣警告 另外今個星期有一個熱帶氣旋 電舞在雷宋海峽附近形成 看回微星相 我們可以看到電舞距離香港的距離比較遠 另外移動路徑是偏北的 所以今次天文台並沒有發出任何熱帶氣旋警告 提到熱帶氣旋這些惡劣天氣 世界氣象組織的惡劣天氣信息中心 推出了一項新的服務 我們請相關的同事為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惡劣天氣信息中心 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叫做天氣精靈 英文名叫做SweetGic 惡劣天氣信息中心 是一個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委託香港天文台開發的一個網站 集中發放全球惡劣天氣的信息 早在2008年5月 天文台網站也推出了一套天氣精靈 定時取得天文台發布的最新天氣數據和警告的資料 由於方便實用 一直都感受歡迎 所以今年6月 將天氣精靈推廣到惡劣天氣信息中心平台上 這套軟件工具會定時到各地官方氣象機構 舒服器取得最新的警告資料 提供接近實時的惡劣天氣警告 最新的警告資料也都擴大到三個區域 包括香港、澳門和美國關島 當以上三個參與地區的氣象機構 發出或者取消天氣警告時 天氣精靈會顯示一個對話視窗 及發出聲音提示用戶 因此用戶一方面可以專注工作 另一方面有天氣精靈通知最新的天氣警告 由於各地區的地理環境不同 因此各地區有不同的天氣警告 而用戶並非對所有警告都會關注 為免太多的警告可能引致不變 天氣精靈提供一個介面 讓用戶選擇不同地區的天氣警告 天文台計劃邀請更多世界各地氣象機構 加入這個服務 提供世界各地的愛律天氣警告 如果大家有興趣使用這個軟件 可以上我們的天氣訊息中心網站 下載使用 不知道星期六天的天氣會如何呢 我們請科學主任務來講一講 大家好 我們預料一度高壓隻會在未來幾天 為中國東南部帶流普遍晴朗的天氣 所以今天星期六天天氣都不錯 主要都是大致天晴 不過會有幾天趙雨 留意星期六天天氣都是以學業為主 所以如果各位市民做一些護衛活動 最好做一些防疫中暑的工作 以及做一些防曬的功夫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